第四代长安CS75 Plus 这个价格你们满意吗 作为一款SUV市场的老将 第四代长安CS75 Plus 这次的变化也堪称脱胎换骨 取消了老款车戟的双连屏 换上了37吋一体悬浮式三连屏 视觉效果是非常吸睛的 功能上多出了附加娱乐屏 三块屏幕还可以多屏互动 科大逊飞的新火AI大模型也搭载了 可见即可说连续对话一样没拉下 并且新车换上了怀挡设计 搭配全新平底式多功能方向盘 几乎和新能源车型的一个模样 当然新车依然标配L2级智能训航处的系统 还配备APA 5.0代科博车 加停车位机翼 助理等配置 不仅仅是智能化提升明显的 第四代长安CS75 Plus的 顺势性也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轴距直接来到了2800毫米 车内乘坐空间更加宽裕 配置上副驾驶带有零重力座椅 支持八处点的八种模式按摩 并可通过语音进行控制 高配车型第二排连加热通风都安排上了 可以说在智能化舒适性上 都向新能源车型看齐了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